进入了大学里面抓人 哥伦比亚大学是抓了113名学生 耶鲁大学是抓了47名 目前哥大市已经全面停课 但美国的留学生们 你们一定要管住你们的嘴 和你们的腿 现在在美国各大校园 兴起反游主义活动 并发生冲突 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 这把火一开始先由哥伦比亚大学燃起 并有很多的学生被捕 没想到很快就传到了 什么哈佛 耶鲁 麻省理工 普林斯顿 还有波士顿爱慕生学院 纽约大学等等各种名校 而且都是藤校 这些美国最高学术殿堂 全部都沦为了一个又一个的另类战场 是自1968年以来 第一次学校直接动用了阿什 这次帽子叔叔们 以未经允许私建帐篷 还有未经允许集会为由 进入了大学里面抓人 哥伦比亚大学是抓了113名学生 耶鲁大学是抓了47名 目前哥大市已经全面停课了 校园封闭 学生只能上网课 他们的校长也被拉去省了三个小时 因为这件事 参与的学生们 有的取消了演讲 有的取消了学历 有的被禁止进入校园 甚至有的被开除 所以这是可以说是真的是很严重了 但是就算是这样 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竟然在美国新闻里 还是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留学生的面孔 这就让我非常的想不通了 至少我在新闻的采访里看到 人家参与的学生都是因为跟自己的主义有关系的 人家站在哪边都是取决于他自己是哪的人 或者自己的父母呀 祖辈是哪的人 在他们面前 肤色已经决定了 咱就是外国人 咱就是少数主义 你去参与只能做个背锅侠 那看看去年年底 同样的冲突 也是有很多的学生被逮捕 找到了一个案例 康奈尔大学 一个大山的华裔学生 他今年是在学校的论坛上 发布了多条针对犹太的过激言论 很快就被FBI锁定了IP地址 最后被逮捕 很有可能将要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 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 他的父母当时呢 就以孩子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为由 替他辩护 但根本无济于事 这孩子的学业生涯 估计已经是到尽头了 留学生去到这些名校 是学习别人的知识 去学习别人心心技术的 随随便便一年花费 都要至少六七万美元 人民币五六十万呢 所以自己家有孩子 在美国读书的家长 你们就找点心吧 孩子在外面干了啥 别都不知道 在他们的安全和学业顺利完成 赶紧跟孩子都说到说到 别总觉得美国什么言论自由 那也不是什么都能说 什么都能做的 敢有其他言论或者极端行为 你试一下还自不自由 尤其是现在大选之年 这可是美国最关键的时期 是绝对不允许发生这种 幺蛾子事件的 要我说 这是别人的矛盾 留学生们内心有想法 等你变强大 有能力的再出来说 不然瞎掺和真没什么用 你真左右不了什么的 不要去参与那些 跟你没有关系的活动 哪怕是好朋友叫你去 也不要去 在学校开除的那几个 谁为他的学业负责 谁为他的未来负责 也千万不要在什么社交媒体上乱说话 更不要去接受任何相关采访 不要随意表达自己的想法 选边站队 给人留下把柄 现在在美国 但凡你在马路上 敢让人发现你过于明显的站边 而相对立的另外一边 一棒子就能打到你的头上 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小姐 在美国纽约 被人一棒子把她脸给打来了 现在还真是这样 支持哪边的都有 所以你在哪边都一定会挨揍 作为留学生拿着父母的血汗钱 就应该对得起自己的父母 该上网课就上网课 该学习就学习 该休息就休息 什么哈佛 马省 耶鲁 哥大 这些都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哪怕是在美国 就我们这附近的 什么好的私立高中 一年也出不了几个这样的牛人 公立高中更是不用说了 能进去的不但都是 自身比较优秀以外 而且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孩子 好好享受你自己的留学生活 你所有的家人们都盼着 你们在海外能够平平安安安完成学业 早日学业有成 到达寒心如苦的父母